由杨旭文、许明月、傅星博等主演的《半暖时光》即将迎来大结局 严小成跟沈后相爱却不能相守 后来慢慢喜欢上了南陈志远 却发现陈志远是撞死父亲的人 严小成在一次崩溃 远走国外三年 三年后终于对过去的事释怀 他原谅了一直赎罪的陈志远 也不再憎恨沈后的母亲 甚至出手帮助沈后解决公司危机 沈后觉着他跟小成还能再续前缘 一直恳求小成重新接受他的爱 严小成却想得很清楚 告诉沈后他们之间早就不是爱情 但依然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沈后也终于放下了 严母临终托付志远照顾小成 他早就原谅了陈志远 并信任他能一直守护小成 陈志远点头答应 小成不接受他的爱 陈志远就用兄长的方 是照顾小成一生 或许这是俩人最好的相处方式 只是这样的结局有些遗憾 严小成跟深爱他的两个人都错过了